嗨,大家好,我是吴妍 在初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的月季在疯狂的出损和出心芽 长势不要太吸人啊 但是不知不觉中 你会发现它就变成这个死样子 直接挂掉了 你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你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你那颗月季 底部呢,可能会出现这些发霉的迹象 这个就是灰霉病的典型特征 所以呢,你要经常的去观察一下你的苗子 如果发现底部有这些发霉的迹象 那我们要赶紧动手去治疗了 就是把这些发霉的枝干跟叶子全部清理干净 然后喷一些治疗灰霉病的药剂 比如我们的露娜森呀 还有施加勒啊,这些效果都非常好 那么灰霉病如何有效的去预防呢 就是在这个疯狂出心芽的季节 我们最好是半个月给它喷一次广浦杀菌剂 比如我们的甲鸡脱布巾啊,白菌芹这些都是可以的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好了,觉得这些内容有用的话给我